有粉丝让我在蛋仔里体验一下 生小孩的全过程 兄弟你可真是我的铁粉 这期蛋仔蛋蛋复刻医院 哈喽大家好我是男美小子 就是这个蛋蛋复刻医院 第一次在你体验生娃全过程 看妈妈当初都经历了什么 我现在是个怀孕的蛋 由于产期快到了 坐上通往复刻医院的路 当时的我感觉肚子一直在闹腾 可能是宝宝已经迫不及待想和我见面了 OK啊到了医院先挂好脚肺 才能办理路院 进门左手边挂好窗口 虽然是个孕妇 但是我的动作依然灵敏 办理好相关手续后 我们现在到住院处 因为肚子里是个假宝宝 所以我们可以先到旁边的 模拟肠子疼痛中心体验一下 瞧你那个坐死的样子 坐上椅子之后 模拟进入残子阶段 据说这个痛无法形容 有点像肋骨全断的感觉 虽然男同胞无法体会 但是看着公蛋在里面痛得乱跳 我就知道真的很痛 体验完分娩后 我们正式进入病房 这次医院给我安排的是二号病房 刚住进来 库师就通知我上了手术 我的天哪 不是 我才刚提完一次 这么快就要来真的了 没办法 为了快点见到肚子里的宝宝 我还是鼓起勇气去手术室 手术室在二楼 不过得让公蛋先答题 必须答对四题才可以 你们可以和我一样看题 心理默念答案看看对不对 第一题毫无疑问是最高级的疼痛 第二题场后郁郁带来的后果 我感觉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所以选择了右边 第三题就把我难倒了 毕竟没有真正体验过 我感觉温度高点可能好点 怕生娃死早凉 不过答案是错的 所以我被惩罚了 正确答案是20到26度 最后的第一次要做多久的月子 正常来说应该是一个多月 所以选择了六周左右 答题结束后测脚摧毁 就可以上手术床了 还是第一次生小孩有点怕怕 你们说会不会比模拟的还痛啊 不管了 现在已经没有测的可言 开始手术吧 虽然过程是痛苦的 但是看到蛋蛋出生 痛感立马就消失了 诶 不小心的 哇 我的小宝贝真可爱啊 最后我们来到 藏物虚子这里 看看生娃小孩后 需要注意什么 哇 没想到这么多注意事项 不过这些 大部分都是说给公弹听的 所以屏幕前的男同胞注意了 请好好对待你的那个他 身为男性 我们永远无法感同胜兽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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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